一年一度母亲节这天 洛杉矶天使持续在多伦多踢馆蓝鸟 进行双方四连战的第三场交手 地主蓝鸟打线面对着Weaver第一局就有攻势 开路先锋 豪西Riaz率先敲出安打并且倒上二垒 中炮豪西Botista 这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有点软弱 最后遭到刺杀出局 不过Riaz将利用对手的不留神头本垒 天使这边回船已经来不及了 Riaz的头部滑垒帮助蓝鸟 先持着练取了一比零米金 尽管手局就调分 不过Weaver很快稳定向来 总继前三局送出三次的三阵 没有再调分数 比赛到了四局上半 落后的天使展开反呼 Navarro逮到先发投手 主豪就算在偏高球路 挥出左外野方向的安打 轻松送回三垒上的队友 天使搬成一比一平手 而且这球还越过左外野手的头顶 急球跑了远 Navarro成功站上二垒的脸圈 紧接下一棒的Hankonger 再一步上中外野方向的试试安打 Navarro通过三垒之后继续向前冲 天使二比一成功反超前 先报告一下23岁的Hodgerson 这场比赛只投了四月三分之一局就退场 失掉的三分都是自责分 不过接受的Strauman也有状况 被少年强打Maitre 把球带掉中外野 小白球越过防守拳的头顶 一个弹跳出到场外 形成场地规则的二垒安打 使得三垒上的队友 可以轻松地走回本垒 天使来到三比一领先 队友打击这么帮忙 先发投手Weaver也不能落空 总计六又三分之一局 仅仅被汇出四只安打 送出五次的三阵两个四死球 只在第一局因为Riaz的快腿丢掉一分 已经连续两场比赛交出优质先发 而这场比赛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天使的Hankonger 这位美极寒意的捕手在六局上半 把球送出右外野的拳类打抢之外 这是他本季的第三空 而这发关键的三分炮 帮助球队扩大到了六比一的优势 他全场四支三交出蒙打赏 个人贡献五分打点 天使就在Weaver和Konger一投一打的精彩表现 中场九比三轻松打败蓝鸟收下三连胜 同时也是天使在多轮多的七连胜 目前胜率五成二八 在美联系区排名第二 落后运动家有三场胜差 中 peers 中赢 ô